一路走到最尾二十關 最後一個成績 鄧品硯勇闖二十關 最後一個成績 最後一個分數 評審請下分數 加油 所有勝場朋友 監視機前面的朋友 二十四點九分 恭喜鄧品硯 好不容易 壓力終於釋放了 對啊 恭喜體驗 二十關闖關成功 恭喜鄧品硯 成為我們紅人榜 第十二位 闖獲二十關的選手 給他一個千九十 謝謝鄧品硯 而且他還是史上最年輕 闖過二十關的選手 頒獎 你還記得十一歲的你在做什麼嗎 可能在操場上跟同學打球 可能跟家人去遊樂園玩 也可能在家裡打電動 但十一歲的鄧品硯 正在紅人榜的舞台上 挑戰自我追逐夢想 曾經發現他會唱歌 是因為有一次我們員工旅遊 在一個游覽車上面 然後我唱到一半的時候 他突然把麥克風搶走 結果他竟然把下半首整個唱完 三歲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爸媽也很驚訝 同車的那些叔叔阿姨 各個姐妹都非常的驚訝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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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會對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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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嗒 就我們發現他會唱歌之後 就會跟阿姨阿阿阿阿阿說 欸那個鄧品硯很會唱歌 然後他有一位小遺葬呢 他就平常假日都會去看 那個歌唱比賽的節目 然後說那既然會唱歌 那就去報名歌唱比賽 因為當初在共聊的時候 我們就是 有時候就會拿著卡拉OK 在那邊哼著歌唱著歌 那唱一唱我就發現 其實他唱得比 電視上的小朋友都唱得好聽欸 我就跟他講說 品硯 你要不要去參加更唱比賽 我覺得那邊的小朋友 你都會贏他們喔 擁有歌唱天賦的品硯 在家人鼓勵下 挑戰了台灣那麼旺 和超級紅人榜的舞台 也創造出專屬品硯的 經典表演 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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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私底下 品硯就真的只是一個孩子 我們都會選擇 開始 2 2 4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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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好強喔 波浪 課業比賽必須堅固的品硯 能一路闖到第20關 真的很不容易 品硯這幾年幾乎沒有假日 因為每一次的錄影或彩排 都是在禮拜六、禮拜天 他犧牲了這個年紀的孩子的假期 另外就是因為常常要練歌 包括監護功課 所以有一段時間 在我們沒有辦法調配的狀況之下 他經常要練歌要練到晚上11、12點 可能一早6點多就要起床 我覺得他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當他生病的時候 他一個小小的神區 要承受生病的那種痛苦 跟他還要承受各場比賽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最辛苦的地方 每當他這樣子這麼辛苦的時候 我的心就會很痛 我就會很揪心 會希望孩子的這些壓力跟痛苦 是我來幫他承受的 然後就會跟他講 那要不然我們就放棄啦 就不要比啦 就做回開心快樂的自己就好了 可是他又覺得說 這樣有點可惜 事情都已經這麼做了 那還是要繼續堅持努力幫他完成 所以我們就是 大家就一起堅持下去往前這樣 哈囉 平安你好 我是哲瑄 謝謝你支持富邦也支持我 祝你能夠順利重關二十關 無論是科業或者是唱歌 希望你以後都繼續加油 然後也常來為我們富邦加油 謝謝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夠順利二十關畢業 希望他可以順利的成功的過關 那也希望他繼續保持這個純真的態度 去唱他喜歡的歌 恭喜品硯終於來到了二十關 那我覺得二十關對你來說 一定也不是什麼太大的難事 畢竟我們都這樣一路 之前的節目一兩年 叨叨到紅人榜 現在從一到二十 這真的是過關斬將 所以我覺得依他的能力 也應該是可以順利過關 希望在這一次二十關 成功過關之後 希望他一樣對音樂保有熱愛 那希望繼續在他音樂的路上 就是持續努力跟加油 那我們沒有要給他壓力 就是他開心的唱歌 還有讓他好聲音 讓大家都可以欣賞到 沒錯 鄧妍加油 寶貝 再堅持一下 已經到二十關的最後了 再堅持努力一下 我們就可以達到目標了 這是你人生一段 很難忘很難忘的 珍貴的回憶 加油 Ian 這個好不容易到二十關了 那不管今天有過還是沒過 在爸爸的心目中都認為 你就是最棒的孩子 好 那我們一起加油 爸爸跟媽媽會永遠給你圍動 加油 很棒 平宴 平宴比賽這段期間 笑過 哭過 累過 一再堅持永不放棄 謝謝平宴 讓我們可以從你身上獲得勇氣 你就是我們心目中最勇敢的 捍衛戰隊 符 太好了 太好了 基本上 我還想找家 我們很容易 你看 馬上